一课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步入婚姻后 我们都是夹心女人 夹在小孩与先生之间 工作与家庭之间 婆婆与先生之间 我们在众多角色间 挣扎 尽其所能的 做到最好 日复一日的忙碌其中 有时候 好想念未婚时的自己 可以好好安排 自己的时间 工作结束后 可以运动或上个才艺课 假日 可以到大自然走走 或是惬意的逛街 当你想要休息 暂停的时候 你都能找到片刻 远离成宵的时间 但是结婚后 自己的时间 仿佛被无情地剥削 下班后的家务室 堆积如山 小孩在学校 又跟谁吵架了 婆婆生病了 要赶去医院 和老公的对话 也总是大呼小叫的 你发现自己 连时间的缝隙 都看不见了 你常常觉得好疲惫 好不知所措 每每到了夜深人静 独自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那头映照出的女人 是否依旧是你熟悉的样子 你喜欢自己现在的模样吗 在这堂音频课 我想邀请努力生活 维系家庭的你 在面对丈夫 面对孩子 面对夫家 或自己的父母前 先好好的看一看自己 回首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 你是怎么走到现在的呢 你曾带着什么样的信念 因此有所成长 蜕变为现在的自己 我邀请你将目光 转回到自己身上 好好的安顿与照顾自己后 再以你喜欢的样貌 走进家庭 相信更有能量的你 当再次面对家庭中 老人的声音与规则 你将更能运用自己的力量 与智慧去面对 第一板块 婚姻生活学 我将陪你找到善待自己 认识自我的方法 辨识生活中有哪些盟友 协助你在充满挑战的生活中 找到得以更顺利前进的方法 而当你开始看见 自己身上具备的力量与智慧 那会是你最美丽的时刻 请你以这样美丽的姿态 走向丈夫 和你爱的男人 在沟通的一进一退之间 踏出专属于你们俩的和谐舞步 找到跨越冷漠和冲突的方式 重新注入彼此相爱的火花 透过第二板块 亲密关系学 和第三板块 婆家处事学 你会了解到 夫妻相处的每个时刻 面对双方家庭成员和亲戚时 以及迎接孩子到来的每个阶段 可以用哪种心态 或哪些句子来沟通 以更紧密的维系夫妻关系 也让家人亲戚 成为你们温暖的助力 接着 成熟且有智慧的你 将更能牵起孩子的手 走向未来 看见每个孩子 独特的闪亮之处 与孩子在人生不同阶段 共同学习成长 成为孩子人生道路上的最佳盟友 与坚强后盾 在第四板块 够好妈妈学 我将引领你 跳脱既往的思维 及互动模式 提供你可实际操作的小方法 让你能在生活中 持续执行与练习 协助你 用更弹性多元的方式 面对孩子教养 手足偏心等情况 增进与孩子关系 成为温柔而坚定的大人 最后 当你走了好长一段路 回到原生家庭 看见当年养育你成长的父母 逐渐年迈 力不如前 甚至生病需要照顾 在两个家庭间 又该如何兼顾 在新家庭的责任 与原生家庭的孝顺间 又有什么资源 可以让我们找到平衡呢 透过第五板块 娘家互动学 我将与你分享 照顾长者的六大准则 帮助你有更好的心理准备 与相关知识 知道怎么与家人分工 连接身边可运用之资源 在父母照顾的沉重议题上 更从容地面对 也维持原有的生活品质 亲爱的 这是一套 夹心女人的生存守则 我将和你 一起透过五大板块 去探索学习 包含婚姻生活学 亲密关系学 婆家处事学 够好妈妈学 娘家互动学 让我们一起 在充满挑战的家庭生活中 重新找回自己 活出自己 真正想要的生活 与关系样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